我妹妹仗着自己是穿越女 不仅想要抢我的皇后之位 还利用现代知识对我各种挑衅 不过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无知女人 怎么配当皇后 可我完全不怕 因为皇上也是穿越过来的 当她试图一次灌京城的时候 皇上黑着脸怒吃她 抄袭狗 枪尽酒明明是李白血的 我叫蒋福 是南朝的皇后 我与皇上僵侧十分恩爱 成婚那日她便告诉我她其实来自现代 还是个霸道总裁 在他们那里科技十分发达 人可以上天下海 女人也能出去工作 不必到了年纪就赶紧嫁人 而且男女间都是一夫一妻制 所以她承诺娶了我以后 绝对会专心地待我 后宫不会在那一人 我当皇后一来 她确实对我一心一意 后宫只有我一个女人 可是当我因为无所出 满朝文武开始劝谏将册 广代嫔妃开支散业时 我的母亲先按捺不住了 当日她便带着我妹妹蒋柔入了宫 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我 你嫁给皇上多年无所出 早晚会被废弃 你妹妹与你是骨肉之亲 倒不如直接让她做皇后 我直接笑了 不愧是我的母亲 还真是会为我着想 当皇后胃口倒不小 我扶了扶病边的金玉不摇 韩笑问道 母亲看向蒋柔 一脸自傲 本来我是想让她做贵妃的 可是你妹妹说她生来骄傲 绝不为妾 蒋柔听后娇惊了一笑 一个封建社会的贵妃 我还不稀罕 我要做就做皇后 不过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无知女人 怎么配当皇后 我看向依反常态的蒋柔 发现传言果然不假 我这向来怯懦的妹妹 真真地势化了性子 竟变得这么不知廉耻 母亲看向她的眼神中 却有着赞赏与宠溺 她轻视之才 只有她这样的女子 才配得上皇上 你空有美貌 皇上不过 对你一时新鲜罢了 不如先带将后威让给你妹妹 日后她做了皇后 也不会亏待了你 这是得有多大的脸啊 还生来骄傲 我辅了辅留仙群的裙摆问道 我不配 那谁配 当然是我了 你区区一个封建女人 怎么配合我比 我看向蒋柔 她一脸自傲 可奈何 生得实在普通 我从她的身上 只看出自命不凡 以前她明明是个 怯懦柔弱的性子 却在一次落水后 一改常态 听闻她先是表示 人与人生来平等 不准服礼奴才下跪 后是屡次女扮男装的 出府节食文人默客 做了不少好文章 蒋家女公子这个称呼 一时间想撤京城 我母亲为此深以为傲 你到底让不让位 母亲看我迟迟不点头 有些耐不住性子 开始催促我 我养你这么大 你也到了该尽孝的时候了 不过一个皇后的位置 你本就坐不稳了 倒不如直接让给你妹妹 也省得备废之后 颜面尽失 母亲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的心却凉了半截 从小到大 她就是如此偏心 我虽为嫡长女 却不得她的疼爱 从既是起什么好东西 都是蒋柔的 以前蒋柔性子温和 不会主动地和我争抢 我为出格时 日子过得其实不错 可是没想到 她自从落水后 和我争抢皇后之位 母亲笑来对她疼爱有加 所以这次 她对我提出这种非分之求 倒也不算奇怪 只是这次她们的盘算 注定要落空了 因为江澈的心里 只有我一人 曾经那些妄图 飞黄腾达的女人 最后下场全部很惨 正当我想要对 她们二人反唇相击时 江澈下朝 后来我宫里了 老婆 上朝好辛苦 求安慰 江澈凑到我面前 旁若无人地 将我捐进怀里搂着 她在外人面前 总是一副严酷的帝王模样 在我面前时 却黏人得很 我碍于从小到大 受到的教导 不习惯在人前 与她亲密 伸手推她 我母亲与妹妹还在这里 她看向母亲和蒋柔 不情愿地松开我 母亲向她行礼 蒋柔却愣在原地 迟迟地没有动静 母亲轻轻地 拽动她的裙摆 示意她行礼 她却不为所动 挺直了几倍 看向江澈 你就是传说中的皇帝吗 你的眼睛可真好看 江澈听到她的言论 立刻皱眉 一旁的太监总管 立刻怒斥 大胆 见到陛下还不行礼 蒋柔坦然地看着江澈 面不改色 众生平等 我为何要跪 跪拜是封建糟粕 早就理应废除 周围的工人和我的母亲 听到她这番言论 立刻一脸惊悚 他们或许是从未见过 如此愚蠢之人吧 没想到她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人惊骇 我叫蒋柔 我就叫你江澈好不好 大胆 皇上的名讳 其实你一介臣女可以叫的 总管太监的声音都在颤抖 那又如何 不过一个名字而已 取名不就是为了让人叫的 蒋柔一脸鄙夷 我身上可是有很多想法 你想不想让南国成为第一强国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帮你 还有我可以帮你挣钱 我知道玻璃香皂火药等制造方法 随便一种都能帮你赚进天下财富 江澈听后 静静地看着 刻意地挺直背脊的蒋柔 随后脸上露出淡薄的笑意 哦 竟不知蒋姑娘倒有这等精识之才 其实他早就知道 蒋柔说的这些东西如何制作了 只不过目前这些东西只供于皇室 蒋柔还没有机会接触 所以他自以为自己手握珍宝 江澈这句话给了他自信 他立刻得意道 我要和你单独地说 毕竟这是机密 不是谁都配听的 好啊 我听着江澈说话的语调 就知道他这是要算计人的开端 蒋柔却毫不知情 只是用挑衅的目光看向我 眼中尽是得意 我心中冷笑 真是不知死活 蒋柔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凑到我身边来 神情中尽是怜悯 你虽贵为皇后 却不知道什么叫爱 一辈子被困于这身宫之中 见不得外面自由的天地 其实你也很可怜 我和江澈听后对视一眼 一致地觉得 我这个妹妹大概是疯了吧 她低声地怒斥 谁者你像朕的皇后大放厥词 她是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你有那功夫 还是可怜一下自己吧 蒋柔被生吃后 不敢再胡言乱语 却愤恨地看着我 以为是我在挑拨 我没有理会她 跳梁小丑一般的行径 江澈又拍了拍我的肩 安抚我 有些事我要和她确认一下 你在这儿等着 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随后命人带着她去密谈 他们离开后 我的宫中 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及宫人 母亲望着蒋柔 跟着江澈并肩离去的背影 欣慰地笑了笑 随后看向我 我说的没错吧 天下男子都会为我的柔倾倒 连皇上也不例外 我挑挑眉 江杯中茶水饮了一口 母亲这么自信吗 柔和皇上一见倾心 还用说吗 最后她又将我上下的打量一番 你没有做皇后的命 即使当初抢柔儿的皇后之位 现在还不是要物归原主 我明明是江澈清风的皇后 何来抢这一说 当初还不是她想 算计我的皇后之位 没有算计成吗 如今却来倒打一耙 真是可笑 我提醒 母亲忘了 我可没忘 这皇后的位置 可不是我抢来的 当初是陛下执意的要娶我的 你还想理戴桃江来着 最后还是被陛下识破了 怎么母亲的记性这么不好 我母亲坐下的龌龊事 被我拿出来 当着工人的面公之于众 她立刻翻了脸 你这个下贱的小娼妇 我说话你还敢顶嘴 你是想造反吗 她显然还不习惯我 不仅仅是她的女儿 还是当今的皇后 此时她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辱骂 我身边的工人立刻呵斥她 大胆 竟敢对皇后娘娘不敬 母亲下意识地一哆嗦 随后又想起什么有了底气 什么皇后 她马上就不是了 我继续饮茶 随后不慌不忙地吩咐下去 许是以下犯上 理应重罚 念在初犯 且又是本宫生母 刺长嘴五十 工人听到我的命令 走过去按住她 我看谁敢 母亲插着腰 一副油盐不尽的泼赖样子 说着竟想要挣脱 工人的束缚来打我 就在此时 姜彻带着蒋柔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蒋柔的脸上满是得意 姜彻进来时 母亲正在用乌颜慧语辱骂我 文言直接一脚踢在她的背后 竟敢辱骂皇后 活得不耐烦了 拉下去长嘴一摆 我母亲向来养尊处优 哪里被如此对待过 她当即被吓得立刻贪软在地 开始哀求 姜彻看也不看 只是过来安抚我 没事吧 她有没有吓到你 我摇摇头 母亲正被工人往外拖拽 嘴里还在不停地求饶 企图我能为她向姜彻求情 看着她丑胎毕露的模样 我嫌弃得别过头 她既然如此地嫌弃我 我又何必心软呢 这时蒋柔却跳出来指责我 她义正此言 她不过是辱骂你几句 但她也是你母亲啊 你怎能如此狠心呢 何况人人生来平等 你凭什么打她呢 我想反驳 姜彻却点点头 若有所思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女儿是该孝顺母亲 蒋柔立刻面露笑意 柔情似水地看着姜彻 我就知道 你和这个封建社会的人都不一样 姜彻文言 挑了挑眉 既然你这么孝顺 不如你替你母亲受着吧 来人 把蒋柔拉出去掌嘴 姜彻挥挥手 工人立刻放开 我母亲朝蒋柔走过来 蒋柔吓得后退两步 面色苍白 却还是在嘴硬 姜彻 你这样是不对的 我不是要当你的合作伙伴吗 你打我你会后悔的 那震道要看看 今天打你 究竟会不会后悔 姜彻扶了扶我的肩 漫不经心地转身和蒋柔说着 对了 你直呼阵的名讳 在家午时 随后 蒋柔被押到院中 太监拿了木板开始行刑 我母亲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姜彻 可是姜彻无动于衷 一盏茶功夫过去 行刑完毕 蒋柔被打得气弱油丝 脸肿得老高 嘴角还有几丝血迹 她被迫跪在地上 完全没有离开 是绝不下跪的高傲 可是恶毒的眼神却看向我 仿佛命人掌她嘴的人是我 姜彻看着狼狈的她 眼中却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 蒋柔 你屡次已下饭上 念在你是皇后亲妹的份上 今日只是小作惩戒 如若再出言不逊 朕必定要你的命 蒋柔好像是终于体会到了 姜彻的可怕 不敢再嘴硬 反而受了刺激 直接被吓得晕了过去 姜彻看到后 嫌弃的扎舌 好歹也是穿过来的 这么窝囊 真给我们穿越者丢脸 听到姜彻所言 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怪不得突然变得这么奇怪 原来竟和姜彻来自同一个地方 只是现在 她用了蒋柔的身体 那原先的蒋柔 恐怕凶多吉少了 我心里一阵担忧 虽然母亲偏心 可是原先的蒋柔 并不让人讨厌 甚至还给过我温暖 没想到 竟然被穿越女战的身体 还有就是 我记得 姜彻不是说 他们那里的女子都读过书 不用于身宅大院 争风吃醋吗 怎么这个蒋柔 却满口的胡言乱语 毫无规矩体统 我疑惑着看向姜彻 她点点头 刚刚我仔细地试探过了 确实和我一样 是穿越过来的 只不过穿之前学历不怎么样 脑残穿越小说 倒是没少看 以为凭着纸上 谈兵看来的东西 就想称霸古代 真以为古人都是傻子吗 真是愚蠢 对于江澈的话 我有些似懂非懂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穿成蒋柔的这个人 是个蠢货 蒋柔自从被长嘴以后 消停了一段时间 再见到 她是在三个月后 我的生辰宴上 我和江澈 正乘船往湖中宴会行去时 就听到水面上 传来一阵歌声 海上声明月 天涯共此时 我循着歌声看去 就见到蒋柔 坐在不远处的船头 电影浅唱 她的打扮 依旧和周围的工人格格不入 伸着一身飘逸的白衣 头发简单地挽着 看起来十分飘逸 只是在宫中穿白衣是大忌 更何况 今日是我的生辰 她这么打扮 无异于是对我的诅咒 我看向江澈 她显然也看清了是谁 皱眉打断她的歌声 这是湖不是海 你大晚上的发什么风 蒋柔一阵局促 顿了顿解释道 我只是有感而发 没有想那么多 江澈并未理会 只是将她上下打量一番 你大晚上的穿着白衣 是想当鬼 还是家中死了人 今日是皇后生辰 你想诅咒皇后吗 真是晦气 蒋柔愣在船头 哑口无言 今日是皇后的生辰 真不想见血 自己滚下去 把衣服换了 蒋柔估计想起 上次被打的经历 连忙行了个礼 被工人带着下去换衣服了 等她回来时 宴会已经开始 她穿着浅粉色宫装 走到我的面前 还刻意地将被吉亭的笔直 好以此彰显自己 不畏强权与众不同 沉寐记得皇后娘娘善诗词 今日斗胆 想向娘娘讨教一二 她看向我的目光里 满是得意 看来是 志在必得地想要碾压我 我和江澈对视一眼 江澈的眼神中 写满了不耐烦 皇后母仪天下 怎可和你一样吟诗作对 赶紧给我退下 蒋柔文言满脸失落 却并没有轻易地放弃 今日是娘娘生辰 难得高兴的日子 倒不如破一次例 江澈还想继续训斥她 我却昂起头说道 你记错了 本宫并不会吟诗作对 本宫受太后娘娘教导 习的是持家为民之道 长天下兴衰 故而琴气书画等太后从未教导 底下有贵女接话 皇后娘娘所言甚是 我等日后是要当一族主母 长家中中愧的 吟诗作对这种东西 我们怎有时间学 又不是秦楼储管中的官计 蒋柔听罢哑口无言 片刻后又不死心道 既如此 今日又是皇后娘娘生辰 倒不如我此时做诗一首 为皇后娘娘祝寿吧 我微微汗手 准了 蒋柔面露的色 清了清嗓子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我刚要感慨她人品虽差 才华倒是难得 江澈听到这里 却立刻愣住了 蒋柔还以为她 被自己的才华惊艳到了 被诗的声音更加大了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一时银丸 满堂喝彩 真乃千古绝句呀 想不到我南国竟有 如此精彩绝艳的女子 此时我看向江澈 却发现她目不作声 目光却死死地盯着蒋柔问道 这诗可是你所作 蒋柔以为自己的才华 惊艳到了江澈 羞答答地回答 是我刚才有感而做 献丑了 众人听闻她有感而做 更是一顿赞扬 称她三不成诗 才华轻视 江澈的脸却更黑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究竟是谁写的词 蒋柔坚定地回答 就是我写的 岂能有假 下一刻 桌上的杯子被扫落在地 她指着蒋柔破口大骂 抄袭狗 羞尽九明明是李白写的 蒋柔顿时大惊失色 她显然是没想到 在这里还会有人知道 李白做的诗 江澈却不带她反应 直接从怀中掏出一侧诗集 扔到她的脸上 蒋柔自从听到 李白这个名字的时候 脸上的自信就开始凝固 她面色铁青地打开诗集 翻了几页 赫然地看到了 《枪尽九》这首诗 她脸色铁青 显然难以置信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知道 这么多现代的诗 难道你也是穿越的 江澈却并未承认 穿越是何物 这本诗集 是一位老人赠与朕的 朕一直珍藏 从未诗人 没想到今日 竟遇上了你这种 甜不知耻的抄袭之人 竟妄想 将诗句为己有 她猛摇头 不可能的 怎么会有人知道 《枪尽九》 众人对她指指点点 原来竟是抄来的 恐怕之前 装得清高 靠着财情 吸引了多少公子的目光 原来竟是抄的 还是皇后娘娘亲妹 真给娘娘丢脸 蒋柔面对指责 她捂着耳朵 自信瞬间崩溃瓦解 江澈对着蒋柔冷然道 既然你这么喜欢抄 那就罚你将这首诗 腾抄千遍吧 她无力辩驳 生生地将众人的指责 吞进肚里 就在此时军中来报 漠北集结了数十万兵力 叙事待发 江澈面色凝重 漠北来势汹汹 恐又有一场恶战 正当所有人沉默不语时 原本受到打击 维米不振的蒋柔 重新昂起了头 对江澈傲然道 诗的事情是我不严谨 我认罚 不过打仗的是我可以帮你 上次我和你说过的 关于火药的制造方法是真的 并不是开玩笑的 火药一旦造出来 可以抵挡百万雄狮 到时候漠北的难题 可以迎刃而解 江澈的目光略过她 却久久未言 我知道她是在心动 这些年国家并不太平 战乱不断 无数的平民百姓受战乱之苦 颠沛流离 妻离子散 当初她为了漠北的战事 几番出生入死 要不是我舍命相救 恐怕她已遭不幸 直到三年前漠北战事平定后 百姓才得以修身养性 只是如今国力还未恢复 就又要开战 胜算实在不大 为此江澈苦心的钻研造火药之道 可是江澈说她穿越来之前 从事的是经营管理类 从未接触过火药 尽管知道大致的配方 却并不知道真正的配比 这些年火药的研制也就耽搁了下来 所以蒋柔说的这些 对她而言 无异于是天大的诱惑 你真的知道 蒋柔一听江澈反问 就知道有戏 眼睛都亮了 我当然知道了 当晚宴会结束后 江澈立刻召见兵部尚书前来详谈 为了制作火药 蒋柔被安排住进了宫里 一时间宫里宫外顿时流言四起 都说江澈迷上了皇后的宝妹 对她一往情深 甚至为了她要废后 对此我只觉得滑稽 江澈除了上朝 日日同我粘在一起 即使去看火药制造的进度 也都会带上我 怎么可能会迷上蒋柔 所以谣言刚传到她面前的时候 她立刻彻查散播谣言之人 不让我受丝毫的委屈 当我劝她 为了家国天下暂时忍耐时 她告诉我 我先是你的夫君 其次才是皇上 如若我为了天下辜负你 那么我也不配做一个好皇帝 我听爸依偎在他的怀里 感受他带来的满满的安全感 只是我没想到 第二日一早 我还在用早膳时 蒋柔便来我宫中炫耀 她为了追求飘逸 还是穿着一身单薄的白衣 秋风瑟瑟下她 冻得浑身发抖 却还不忘记刻意地挺直了几倍 好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只是她并未从小学过一态 还偏偏要端着 看起来十分可笑 她一进来就开始冷嘲热讽 皇后 其实你长得清成清国又如何 不过是困在身宫中的无知女人 只会争风吃醋 却根本就帮不到她 只有我才配站在她的身边 与她并肩 我已经听母亲说过了 这皇后之位本该就是我的 如今也到了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蒋柔不遗余力地在挖苦我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个世界我才是真正的女主角 而你不过是我的一颗垫脚石而已 如今我来了 便不需要你了 不过你好歹也算是当过皇后了 这辈子也不算亏了 如果我是你 我会自请出家 从此伴随清登古佛 也省得备废 颜面尽失 我身边的工人大声地斥责 大胆 竟敢对皇后娘娘大不敬 说完被我示意 伸手一个响亮的巴掌 打在蒋柔的脸上 蒋柔捂着脸 不敢置信道 你敢打我 就算我对你不敬又如何 你觉得江澈会为了你责罚我吗 他现在需要我为他制造火药 你不是不知道吧 你怎知我不会为了皇后责罚你呢 正当他嚣张得意时 江澈出现在门口 他看着蒋柔难辨喜怒 可我知道 这是他即将发怒的前奏 江澈你来找我了 你的皇后毫不讲道理 我只是好言相劝 谁知道他竟然命人打我 蒋柔却并不了解江澈的习性 甚至为了故意在我面前表示 和江澈关系亲近 还想要跑过去挽着他的胳膊 你是个什么脏东西 还敢碰震 蒋柔被一把推开 他是皇后 打你你就得受着 蒋柔被推开有些僵硬 他尴尬地看着江澈 艰难地开口 我知道了 我只是想和你说一下 关于火药的进程 江澈冷然 那你该去找兵部尚书 来皇后的寝宫 找什么不痛快 蒋柔无言以对 江澈继续质问 还有是谁允许你对朕的皇后胡言乱语的 朕对皇后一往情深 怎么到了你的嘴里就要废后了呢 别说此生朕为爱皇后 就算是没有皇后 也不会是你 蒋柔如遭雷击 艰难地撑住身子问出口 为什么 因为你实在是太丑了 江澈漫不经心地吐出这句话 蒋柔脸上淡然的表情迅速地军裂 什么 江澈淡淡地说道 你也不找面镜子 看一看自己的尊容 丑成这样还相当皇后 另外 如果你再对皇后不敬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能造火药 直接拉到五能外斩首 蒋柔不敢再说话 顿时尾米了下来 江澈不再多话 对着身后的太监总管摆了摆手 下一刻蒋柔被迫向我下跪 连磕数十个响头 你要知道 在这宫里究竟谁才是主子 今日若不是你研究火药有功 我必定要你五马分尸 只是让你磕几个响头 倒是便宜你了 蒋柔额头已经被撞破了 留下几次鲜红的血水 一百个响头磕完后 江澈因为国事已经离开了 他被太监放下后 我提醒他 本宫劝你一句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还是不要再肖想了 也省得皮肉受苦 我以为他这次受到了教训 会有所收敛 谁知道他满脸愤恨的 看着我傲然道 你懂什么 小说里男女主角总要先有误会 男主虐女主身心 最后才能发现真爱是女主 所以你别得意的太早 等他发现对我的感情时 就是你的死期 我听江澈说过 他所说的小说 等于我们这里的画本 可是画本里的东西 都是文人为了混个温饱 写来骗人的把握 没想到 他竟然分不清画本和现实 真的不知道 他是天真还是愚蠢 蒋柔被罚当晚 就又开始研制火药 江澈也给他派了不少的能工巧匠 祝他早日能够研究出来 蒋柔一不解代 整日埋头苦干 他硬是想通过研制成功火药 江五彻底的踩在脚底碾压 只是他实在是太蠢了 也不想想 火药研制成功后 他失去了利用价值 会如何自处 何况火药的配比是机密 而只有死人 才能保守好秘密 所以成功之日 应该就是他丧命之时 最近宫中的谣言四起 愈演愈烈 甚至席卷流传到了朝堂与宫外 民间百姓开始议论纷纷 对我的德行产生质疑 说我都不配位 不配为后 更有甚者 说我品行不佳 当初礼带桃江 使监记得到皇后之位 现在真正的凤主出现了 我应该主动的让位 而朝堂之上众朝臣 也重新提起 我无所出却不为江澈广大后宫 是杜妇 不配皇后之位 我猜测 这其中恐怕少不得我母亲的手笔 江澈听说之后 大发雷霆 是要为我证明 我心中感动的 此夫君人生足以之余 却不忘记劝告他 天下战乱不止 眼下火药可及你心头大患 切莫为了此等小事乱了大局 为了你的宏图霸业 这些委屈实在算不得什么 我可以忍 忍 江澈不置可否 你是我的女人 我保护你 不受流言蜚语 困扰是我的义务 何况靠自己的女人 忍受骂名换来的江山 也太没意思 我还想再劝 她却打断我 当我的皇后 不必要遵循什么太后的教导 也不必为国为民而牺牲自己 你觉得怎么开心就怎么来 不必因为什么黎明苍生而压抑自己 你只需要记住 天塌下来 有我给你顶着 我再也不会准许你受到半点委屈 我听爸 满眼热泪的依偎在江澈怀里 那些因为出嫁时 受到的母亲的偏带 以及皇后的这个位置带来的压力 此时此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日 江澈肃亲后宫 造谣生事之人也水落石出 幕后之人果真是我的母亲 这次我没有丝毫心软 直接命人打了他板子 要了他半条命 这下足够他消停一年半载了 此外 江澈还将我母亲收买的散播谣言之人 一网打尽 又在朝堂之上表示 此生绝不在那一人 后宫之中只能有我一人 朝臣死见 江澈却不为所动 他形势雷厉风行 一时间谣言被压了下来 与此同时 蒋柔来报 火药已经研制成功了 试验火药的地方 选在了荒郊野外 毕竟传闻中火药威力巨大 可敌百万雄狮 如若在京中点燃 恐会伤到无辜百姓 况且选在如此偏僻的地方 也可以掩人耳目 不被敌国知晓 否则你看 这就是火药 别看它只有那么一点 可是威力巨大 届时一旦点燃 整个山头都会被一危平地 到时候末北战乱可平 百姓苍生也可以安居乐业 僵彻目光灼灼地看着火药 仿佛是在期待 日后一统天下百姓 安居乐业的模样 我走过去 俯身看了看那不起眼的火药 实在是有些好奇的 这个东西 怎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蒋柔却在此时呵斥住我 别碰 你一介身公无知妇人 头发长见是短 怎知火药威力巨大 若是不小心点燃了 我们一群人 岂不是都要为你陪葬 我收回目光 也没有理会蒋柔 直接退到远处 毕竟我是一国之后 与他大庭广众之下 和他成一时口舌之快 实在有失体统 谁知他却以为我怕了他 还特意地跑到我身边 继续出言挑衅 真不知道江澈看上了你什么 毕竟你除了容貌之外 一无是处 以色是他人 能得几时好 等你因为色衰而爱迟时 你就能懂我这句话了 面对他的屡次挑衅 我实在是不耐烦了 我转身看向他说道 若你觉得我只是以色诗人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贬低别人之前 怎么就不知道深入了解一下呢 你可以去墨北问问 有谁不知道萧云将军的名字 我看着工人将火药拿去山上 正准备点燃 我继续和蒋柔说着 你落水之后 怎么就不打听 打听你笛姐的过往 我十四岁就跟随父亲出入军营 十六岁上战场一战成名 父亲为国捐躯后 是我挑起大梁领军打仗 因为有我的存在 墨北三年内不敢来犯 现在你还敢说我配不上江澈 蒋柔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显然他没料到 我竟是萧永善战的女将军 其实要不是自从我嫁给江澈以后 想要成心成第一 做个造福苍生的好皇后 早在蒋柔向我挑衅的第一天 我就想直接提起大刀砍了他了 我话音未落之际 突然天边轰的一声 远处的山峰直接被炸得四分五裂 江澈看着萧嫣四起的山峰 眼中满是憧憬 随后他回眸 朝我和蒋柔的方向看过来 他朝我伸出手 过来 蒋柔却以为这句话是对他说的 立刻向我傲然道 即使你骁勇善战又如何 我所在的时代 比你们先进了不知道几百上千年 你拿什么和我比 看吧 他已经对我动心了 而你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罢了 说吧 他提着裙摆 兴冲冲的就往江澈面前跑去 江澈 你找我呀 他满脸都是少女怀春的期待 羞涩地看着江澈 整个人沉浸在江澈 会对他刮目相看的憧憬中 谁知江澈看到 他却皱起了眉头 直接一脚将他踹了老远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也敢往朕的面前凑 蒋柔满脸不可置信 我可是帮你研究出了火药啊 你怎能如此对我 你不提醒朕还忘了 来人 江澈不愿意再和他浪费口舌 直接命人将他捂住嘴拖了下去 蒋柔直接被打入大牢 可他显然还没接受如此大的落差 在牢中也不安分 成日吵着要见江澈 江澈根本没有理睬 可我却还想见他最后一面 想让他死得明白 我过去时蒋柔一身脏污 身上恶臭难闻 但他还在刻意地保持 自己作为穿越者的风姿气度 即使在肮脏的牢里 也要坚持挺直的背脊 却不知这种刻意的举动 这时可笑至极 他见到我过来 立刻比一道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你别得意太早 一切还尚未定论 我永远都是女主角 而你只不过是 平平无奇的女配罢了 江澈早晚会想通的 我很快地会从这里出去的 哦 你难道不知道 皇上已经决定刺你死刑了吗 圣旨即刻就到 本宫倒不知你还有什么以后 蒋柔听后 满脸难以置信 他自言自语道 不可能的 小说里不是这么写的 我穿越过来 我应该是女主角呀 我怎么可能会死呢 我笑道 那你那个世界有没有教过你 穿越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脑子 你以为你在原来的世界是个失败者 到了我们这里 你就能成功了吗 不过是一个穿越女 怎么斗得过世界贵族 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家闺秀 我话音刚落 刺死蒋柔的圣旨道了 蒋柔受不住打击 崩溃的尖叫 再也不复往日刻意维持的淡然 次日蒋柔被刺死的消息 传到了我的母亲耳中 她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咽气了 也好 母亲生前最疼爱她的小女儿 如今正好去陪她做个伴 之后 我无暇再顾及这等小事 因为墨北的战乱开始了 因为有火药的助力 我国兵不雪刃 重创墨北 江澈又乘胜追击 直接灭了墨北整个王庭 天下终于又恢复太平 而我和江澈一直十分恩爱 她也如当初的誓言一般 后宫在为难一人 嫁夫如此 人生何求 蒋柔翻外 我叫蒋柔 是个公司小职员 我因为学历不高 在这个城市 只能做着最普通的工作 每天九九六 累死累活 拿到的薪水却很微薄 因为生活中压力很大 闲暇时我喜欢看小说 尤其喜欢看穿越小说 看著书中的女主穿越后 因为现代的知识 混得风生水起 男女男配为她出生入死 我十分羡慕 为此我幻想 我也穿越了 还穿成了一个贵女 为了做好穿越后的准备 我背了很多诗句 还学习了制造玻璃火药等物品 没想到终有一天 我的梦想成真了 我真的穿越成了贵女 一想到从此 我不必再受同事的 排挤老板的差遣 我就觉得兴奋 而且最让我惊喜的是 我竟然穿越成了 地位已然不稳的 皇后的亲妹妹 原主的母亲 还想要送我进宫当贵妃 可是我可是穿越过来的女主角 区区一个贵妃 怎么配得上我穿越的高贵身份 我直接告诉她 要当我就当皇后 母亲带我进了宫 我见到了传说中的皇后 虽然她很美 但是我知道 她注定是女配 最后只有我才能和男主 相亲相爱 后来我学着小说里 那些女主的所作所为 成功地引起了皇上的注意 毕竟皇上平日里 低眉顺眼的女人 看得太多了 我肯定让她觉得眼前一亮 只是她的皇后太讨厌了 总爱挑拨我和皇上的关系 还让皇上打我 等我以后和皇上修成正果后 一定要她好看 虽然皇上暂时对我态度不好 不过万幸我穿越前 知道了火药的配方 正好此时皇上要打仗 我适时地为她排忧解难 虽然在此期间 皇上一直对我虐身虐心 可是我相信作为女主角 她早晚会爱上我的 到时候我要让女主 跪在我的脚下痛哭流涕 她不过是个封建社会的可悲女人 又怎么配合我比 只是我没想到 她竟然这么优秀 不仅长得美还能打仗 我有些慌 但是幸好千辛万苦之后 火药终于制作出来了 我想皇上和我终于能迎来 HE结局了 可是我却没想到 她居然命人将我打入大牢 但我也没有很慌 毕竟小说里 女主不进一次大牢剧情 也没法展开 在牢里 我一直等着皇上幡然悔悟 意识到她最爱的人其实是我 然后来接我出去 只是我没想到 我等来的竟然是一杯毒酒 我临死前也没明白 为什么我经历的 和小说里的不一样 晚安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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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